书接上回 接说一段雍正建峡图 小回目叫做 僧道俗三教会筛海 这老筛海为什么老不会呢 头样说一会就完了 另外呢 这会上太惨 全灾 上回书给您说到这 那么大的筛海爷金元 让人家在房上 愣把趁手的兵人 把铜条给拿走了 没看见是谁 说他的兵人丢了 他在别人也在吗 这现场的人物哪一位 都是高人 同龄的两位老师 上和两位老道 上的名合同员 加上青云长老 宝静禅师 这都是出了事的高人 加上铜海川 丁锐龙 丁大坂 五英五金堂 这都是高来高去 腿最快的主 甭说瞧人家人长什么模样 什么穿着什么打扮 男的女的多的岁数 都没瞧见 但见得也就是黄云一片 一股黄烟 这东西就没了 大伙面面相关 心里边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像上和二道 还有宝静禅师 够身份了 知道 跺脚上房在追人家 也是维持晚影 那不如不去 同龄跟五英五金堂 两个人上房 再下来 一扎他手 什么也没瞧见 也多余趣 错来人家 要想让你瞧见 你就瞧见了 不想让你瞧见 这辈子你也瞧不见 大家伙心里难受 三角会筛 还逗呢 你给我出一招 我给你出一招 喝几位的能耐大了 隔山打牛 那指啊 打头一张 这一落都没事 最后一张 能打一巴掌印 这功夫神了 跟人家拿同条这位来呀 你隔山打牛 你打谁呀 你连影都没瞧见 这都剑客身份 数得上的 在咱们这套书里的 顶尖级的人物 大伙脸红 尤其老筛和金元 死的心都有 本来在自己的清真寺里边 自己是因为脉狂说大话 说人家同龄练的拳脚上 弹腿招惹人老师不高兴 自己呢 持仗着自己武术通拳 要以武力相弃 练两手绝活 把老道合着 全都给欺和住了 今天自己好圆一个完全的脸面下来 自己知道自己不对 那说的那话呀 拉的口子太大了 就是让人家同龄年轻 比你出事晚 辈分没有你高 你也不能那么说话 欺负人孩子 任老师不乐意了 自己下不来台 要找这面子 没想到 这面子没找回来 丢的人更大 这跟头一栽到家 兵器丢了 就如同自己的性命交付人手 名誉扫地甭提 自己这一辈的俩子 白烈 白活呀 您听最后逼死霸王 为什么把霸王逼死 动霄吹楚歌 吹散八千子兵 争斗之心 换起了思乡之意 霸王无奈 该下别姬 媳妇死了算什么呀 为什么媳妇死 媳妇说 我是你的累赘 我死你才能报仇 我不死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你老顾着我 你放不开手脚杀呀 您做密码双胯 老带着媳妇 老带着鱼姬 自己拿着枪跟人动手 老怕伤着媳妇 这怎么打架 所以这个 霸王也好 谁也好 他非得淤姬死了 这才能 争戈人机玩命 凭什么 就凭这一枪子血 一绑子力气 可是当他的枪马骑炮的时候 前有大江拦路 后有韩信追兵 走到乌江那儿 唐书一写呀 拿唐啊 书这字 拿蚂蚁写这字 因为这唐写完了 蚂蚁就爬到上头了 古人迷信 一时脑子也转不到那儿 一看蚂蚁自然组合排列成 到这写着 霸王必亡 项羽必死 天王处项羽 你说这词霸王看完了 迷信呢 那还不死 这还不死心 这还有小船 只要能过乌江 回转江东 我重新招揽相氏子弟 跟我来的都是子弟兵 全姓相 相家兵 回去还接着招 招完了 报仇血恨 那么这儿有一个愚人 加一小船 大王说你把我渡过去 愚人不渡 说我这是愚船 不是渡船 你的人高马大 强尘渡人 难渡枪马渡 八王爷说 这有河南先将 故枪马渡过江 再度孤家不吃 愚人点头称 是顺州靠岸 相知搭在州上 马屁拉至州中 这点各位说 这相上界前辈 说这段灌口的时候 有一深顿特别好 就是他把马屁拉至州中的时候 他这眼可不看马 他可得看着爸爸 就这个动作 这是老艺人们研究的 细致 这是多的危险 你别瞅爸爸 站在这儿 你在船上 马屁拉过去 够上你就死 那爸爸要想杀死 他太容易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特别小心 只要爸爸一时步查 我把那枪马倒至州中 他就完了 那么一稿之开 传雷疆案 直奔将心 约有数丈 于家点手 换之约说 楚彤彤听真 某非是于家 乃是韩元 帐下大将 吕马童他便是 特别到你枪马上来 看你身为大将 无枪 无马 等于无手 无足 还不备活 造勤 您怎么爸爸那么大能 那赤手空拳 甭说你没能 就有能 那好意思 跟人动手 人家都是跨马 提兵的 顶盔罐 你亚头在那儿 你在地上站着 跟人练拳击 丢人不丢人 没办法 拉宝剑抹脖子自杀 毁当初不听 雅夫范增之言 范增跟他说什么 说你不宰刘邦 刘邦就宰你 几次机会杀刘邦 都不杀 所以这叫什么呀 匹夫之勇 妇人之人 项羽跟刘邦不一样 项羽寻迎啊 你那么大 项羽霸王 寻迎 有人给打着灯笼 看自己手下人 当兵的 一看 哟 表哥 向家兵嘛 不是唐兄就是唐弟 不是唐叔就是唐侄 把权拎不出去 一看表哥这是干嘛呢 表哥那正缝军衣呢 争议 衣装战争当中破了 正缝的 项羽给接过来 您上年岁了 您眼力不得计了 项羽还会做活 你看 他那也有 他那也有 来来来来 都给我 能干嘛 回去让鱼姬给你们缝 还替媳妇应外活 媳妇回去给做得了 再拿回去 发给大伙 范宗就说 你这个干嘛呢 你这 匹夫之勇 富人之仁呢 你的工作不是这个 不是替当兵的冯医生 这不应该你干 所以那么勇的 最后失败的那么惨 兵刃没了 让人夺去性命一样 最主要的是荣誉 没枪叫什么士兵 金元闯荡江湖 一辈子了 没栽过跟头 今天这跟头栽到这份上 俩眼也拧了 汗也下来了 站这儿老头之多 哎呀 无良福 上到爷一看 老头动心了 老塞黑爷 不必难过 今日之事 有高人夺走你的军人 看来是有非敌 这个人 不过是看咱们几个人呢 在此堵斗 他生气 你们几个放着正事不办 跟着 不懂得藏意 逞能 你们都 活白了胡子 活白了头发 一把年纪了 因为几句淡话 在这儿 以绝学相拼 实在是幼稚可笑 所以这才要教训你我 不但是您哪 今天连我等弟兄 包括和尚 咱们全都在了 你 也不要太往心上去 得了 难得的是 僧道教门 咱们都凑得一块 红花 绿叶 白莲藕 三教原本就是一家 嗯 山海爷 您 定定神 咱们吃杯茶 让您手下的人 寺里的人 准备摘饭 我们大伙一块 用摘吧 金元 到底是大家 不能说这人心眼太小了 因为这点事真要死要活 听老道 这么一说 微然点头 手脸淫然 不由得苦笑连少 道也您说的对 不过据我想 能教训你我之辈 是何如人也呀 我认栽也就是了 来来来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 重到大殿里边 又给让到寺里边 同龄一看 不练了 也没法练了 老师 那么吃完了饭 您跟我是回家住啊 还是在外的住店 还是住宿在哪里 还望师父您视线 我哪也不去了 要没有这个事情 我要随你回转家中 而且现在我们两个人 已经让侯廷通知到了 杭州的双龙标局 来北京建立分号 已然号好的房子 正在装修客日之内 就要开张 这一次三月三亮标会 要夺天下的总标头 那么既然出了今天这个事情 我们跟老筛 还有事要相商 你要不愿意在这儿用饭呢 你就回家吧 有什么事情 我派人去找你 我就住在清真寺 你看 这清真寺 又住着和尚 又住着老道 那合适吗 那当然是不合适 可是这些人呢 都是江湖上的奇人意识 也不可以按常理而拘之 同龄一听老师 要住在清真寺这儿 陪着筛海爷 那自己就回去吧 自己辞别老师 说牛街清真寺出来 往回家走 一路之上闷闷不乐 思想今天三教会 筛海之事 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自己的耳畔边 这些日子是不断的 警钟长鸣 老给自己提点心 高人太多 千万别狂 不要骄傲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辣后 不成 谨慎小心 小心小心 再小心 自己数了自己一大 回到安定门了 到安定门里头 快到自己家了 整碰上刘俊往外跑 刘俊呢 刘俊是由 清真寺给打发回来的 咱上回书说了 刘俊要不回家 没那么些事情 刘俊这一回家 又出不少事 敢刘俊 往外跑 出胡同 同海川呢 解外边回家 进胡同 爷儿俩 整走一对俩 同龄一看刘俊 孙哥你别跑了 不在家中 带着你的师弟们 习武 侧后爷爷奶奶 你往外跑什么呀 就跑也不要紧 脚步匆匆 形色张簧 你忙的是什么呢 是吧 干了 出大娄子了 您赶紧家走吧 家那有人憋着揍您呢 已然打趴下好几个了 啊 同龄一听就一愣啊 走走走往家走 什么人要揍我 把谁打趴下了 是不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由胡同口往家走 刘俊简单的跟同龄这么一小说 当然了 刘俊是简单的说 我不能给您简单的说 我简单的说 您后边不知怎么回事 事有事在 万事起头 总有个原因 那么这档子事情 这段书 打谁身上起 打司马良下九龄身上起 这都是同龄的徒弟 刘俊陪着同龄 陪着师爷 这些人 都在清真寺呢 那么这些个师弟们没人管了 大伙就练嘛 唯独这个司马良下九龄 这哥俩呢 也就服刘俊 别人也不服 练会就没劲了 哥俩一琢磨 他们俩人 自由一块长起来的 走吧 干嘛去 咱俩别在家待着了 别在家待着干嘛 咱出去逛逛去 这个北京啊 庙会最多 现在呢 您听明白了 只有这个 过年过节才有庙会 过去不是 过去天天有庙会 可不是在一地 北京的庙最多 五坛八庙 就广咱们的市里 就说北京城里头 就有好多庙 那庙会是什么呢 庙会就是集市 赶庙 赶庙 赶会 买东西 卖东西 看杂耍 吃什么东西 都在庙会上 那么过去北京天天都有庙会 不在这就在这 你看大庙会 厂店龙福寺 护国寺 哎 东月庙 哎 这都是大的庙会 等等不一吧 这是初八 初八哪 西城户国寺 户国寺的庙会 干脆咱俩带点灵钱啊 砍会就得了 那要是大师哥 跟师父回来 瞧见 说怎么样 师父回不来 师父本来上清真寺 又会朋友去了 可是师祖不也去了吗 大师哥留寸 不是陪着师祖去了吗 到那儿 那都是高人 他们能不留饭吗 吃完饭回来 那多长时间 那大师哥要回来 你管他 我也不听 听大师哥的 走 俩主意挺大 带点灵钱 说安静门出来了 他这个住哪啊 就是 咱们现在说的雍和宫 雍和宫 南边这条胡同 叫西楼胡同 这这西楼胡同 再往里去 百林四 这地方就是原先 同林的家 那么俩人出来 得奔西走 奔西走进哪呢 进方家胡同 由方家胡同 穿国子监 啊 这么过来 可就到了现在 咱们后边这条大街 叫什么 郊的口 这郊的口呢 奔古楼 由古楼 东大街 到了古楼 万南走 现在这地名叫什么呢 叫地安门 过去那有一门 在这个古楼 跟地安门中间 这有一后门桥 这后门桥 现在给亮出来了 顺后门桥奔西 就到了后海 河样 十家海 走十家海 南河样 就奔了定王府了 现在这条大街 还叫定府大街 当年也叫定府大街 顺着定王府大街 一直奔西 就是德内大街 德内大街 定府大街 对着那条街 一进去 那就是护国寺的前街 现在那十字路口 一过去路北 那叫梅兰芳故居 这地方 那现在有小红一丁 十字路口 这定府大街 一直奔西 来到护国寺前街 哥儿两个一看 已然是拥挤不动 摩肩街 种人来人往 车跟人都不少 两根履顺着人烟 履履夯夯 来到了山门以前 一看 呵 这山门很气派 当中间一块蓝扁 上写五个金字 叫做赤剑护国寺 往后边一看 是五层的大院子 两个人 顺山门旁边的小门 进头盗院 一看头盗院 都是什么呢 都是杂耍 卖耍货的 就是小孩的玩具 卖这个的居多 也有不少卖小吃的 还有两份 打靶是卖艺的 哥儿两个呢 瞧着可笑 怎么 这个打靶是卖艺的 都是糊弄室 这都是马马 这个把式 跟司马良下脚灵练的 把式不一样 司马良下脚灵练 那是打人的把式 这个呢 是卖钱的把式 往二堆院走吧 到二堆院一看呢 都是老虎摊 一摊一摊一摊 那人说 什么叫老虎摊呢 这是打老虎的摊 什么叫打老虎的摊呢 就是 潘家园啊 这路摊 现在你要到潘家园 到了这个 南城 报国寺 都是这路摊 摆着很多的文丸 古董 名人字画 调福啊 对联哪 调山哪 应有尽有 可这个 您得评解 说是打老虎的摊 这里也有高的 那怎么样呢 就平临自己瞧 要瞧对了 花很少的钱 买一样古董回去呢 这叫简乐 你要是花很多的钱 买一回去 是赝品呢 这叫打了眼了 可大半 这摆摊的 全是赝品 假的多 实假呀 一针都没有 但是做的可像真的 我说这是清朝 康熙年的书 那年头的老虎 他是您琢磨琢磨 他得仿什么年头的东西 总要 原名的多 就跟现在似的 你要找点清末民国的东西 还找得着 你要真说元朝明朝的东西 就稀少了 更何况 唐宋时期 以至于先秦两汉 那就更稀有了 那年头呢 也有不少作家的 据说这个古安盘里头 还有这么句话 也是专业的术语 叫高仿的 就明知这是仿的 但是仿的好 仿的像 水平也不低 据说这也值钱 当然我不懂古安 我家里也没有古安 谈谈挂挂 盆盆的 玩玩的 我一样都不留 我就是家里都是吃饭的家伙 为什么我不懂他 你要想懂他 你得研究 真说买回多少书来 找多少老师看 经过多少高仁 还得看过多少东西 照样打眼 那些成了名的人物啊 就是经常上电视呢 我听说他们都打眼 静挨懵 这个 有一个片白啊 叫白明 白明呢 跟我聊天 他说我家里有这瓷片 不值钱这东西 就研究瓷器 必须用瓷片研究起 他这瓷片有多少呢 他说我那好的瓷片 就有一仓库 可有意见 月破你知道 我那不好的 得够多少仓库 就我买假的那个 都是假的 然后跟工地说好了 挖完土把它埋进去 再把土填上 然后知道你们 要来捡了 要来收来了 当着你们面挖 那土都是旧土 从里边筛出那瓷片 你看着挖出来的 你还能不信吗 你能知道 它是埋进去的 那必然你认为 它是真的 这个做假的手段 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要想买这个 都得吃亏上当 交学费花冤钱 我没那么些冤钱呢 所以我为了避免上当 爽的我就不买 您送我这个 您告诉说 这多值钱多值钱 好我谢谢您 这您告诉我 大概值多少钱 我为什么 我好还人去 人凭什么送我一东西 我不还人去 平时以后见面 我还得还人去 好比说您值这个 说值一千块钱 我就要一千块钱的收 我那账上也写一千块钱 对机会 我送人东西呢 也还个千八百的 但这东西我也不鉴定 我也不摆的 摆着哪位 哪天上家去 一瞧这个 嘿 这不错啊 岳坡住几楼啊 住十楼啊 十楼说 拿着玩可别带去啊 砸着人 赔不起人家 你说话多损 那我闭言 我知道我这是假的了 哎呦 我这朋友 说值一千块钱 实际送我一假的 你说这不耽误交情吗 我自己听得也凹头 而且写着咱没品味 所以有什么好东西 我也不摆着 那你收着 我也不收着 我在当假的送人家 人当真的送我 我当假的送出去 谁过生日 谁办点什么事 我送您玩意儿 我也不花钱买东西 这是一朋友送我的 他说是真的 我可不信 他说这东西值一千块钱 我跟你也不过一千 我当二百块钱送您 您摆着 那是个玩意儿 您要有兴趣 您找人鉴定去 鉴定完咯 说这值四十八万 是您的 可是咱别耽误交情 千万不许告诉我 你跟我说完了 我精神病了 我买这房的贷款 还没还完呢 这东西值四十八万 我能送人了 您说我不得疯了吗 六万紫金的都是你的 所以我家里没有任何古董 什么我也不买 我就有点硬木家具 这跟您都说实话 说你买硬木家具干嘛呀 硬木家具它能用 它那样子好看 还有一节呢 我们太太呢 也不反感这个 她没要求非买 那个欧式的大沙发 西式的大酒柜 法国的大壁炉 没要求那个 我买这八元桌子 太师椅 她也觉得能用 我们俩就做这个 桌子就吃饭用 这东西摆着呢 还好看 用着的还瓷实 你什么桌子也没他结实 我们俩都搭不动 倍沉 说沉就一定是真的吗 也不尽然 红木桌子搭起来 俩人沉一松手 夸插一摔 愣摔出水泥来了 红木桌子怎么做呢 拿水泥住一桌子 外边贴红木瓶 你说这夹怎么做的 我家里有没有水泥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舍不得摔呢 我也是直当 它就是红木 我跟那摆着 反正我能用就是了 还结实呢 水泥的 就只能那么想 因为现在 做假的手段太高了 我是一点都不懂 这个古玩 预期什么的 那么给您说的书呢 就是普及一下 这知识 让您各位也 多加小心 没别的意思 您好这个我不拦着 因为什么 玩文玩 长知识 您因为这么一个词剂 您得翻八本书 说的是原清花 原朝到底怎么回事 清花到底这 苏不离清是什么 您得看 什么时代 原朝一共才九年 这九年都怎么回事 打哪来的 打哪回去 为什么他这好 为什么原先就有清花 他后代也有清花 都比不上原清花 非得说这好 您因为这个 您看八本书 您不长知识吗 这个没有坏处 但您要从收藏 甚至于说投资 再说南京点 投机 您别去了 您跟我小 看看展览哪 瞅瞅博物馆哪 拍卖会也常去 我也老去拍卖会 原来我不爱去 我也买不起 我跟那装什么呀 交点报名费 领余盘 好像我多有钱似的 我老骗他 实际我不举 我跟他做起哄 您懂我这模样 穿身干净衣上 往这一坐 像买家 您知道吧 那拍卖身杂 那小车老盯着我 老看 那意思 恨不得我举一回 我一盘都不举 当那干嘛 就听那讲解去了 这是什么年代 总回事 看看 了解了解知识 这要玩 睡太深 玩不了 我身边也认识 几个收藏的大家 包括我们那相声评委 是不是 这个专家有时候也 也那么回事 他们要打眼的时候 我听到故事听多了 这是哪进庙逛 老虎摊说起 咱们得接回来 还说这老虎摊了 俩人一进这二老院 都是老虎摊 这二位怎么样 也差点 你别看 叫佟林来了 许看看许逛 为什么 童林身在 贝勒府 跟着贝勒爷 贝勒爷那玩的 都是高的 那贝勒爷玩的东西 他也得问呢 爷特您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贝勒爷又喜欢 他老给他讲 咱上回书说了 童林愣上琉璃场 厂店买买书去 要买这个兵器谱 要买这些个谱级 那么就是在贝勒爷的书房 看过一回 可你不能拿贝勒爷的书看呢 自己想去访这么一部书 所以要进这二道院呢 这小哥俩呢 兴趣也不高 卖部可就进了三道院 到三道院一看 更热闹了 说书的呀 唱戏的呀 谁让咋耍啊 左背一摊 右背一摊 这一堆那一堆 老百姓瞧的是 津津有味 叫好连天 这院里这份乱 那就甭提了 哥俩一看 也没什么意思 奔四道院 又到了四道院一看 这儿能待会儿 什么 这是喝茶的地方 摆着不少的桌子 椅子 也是啊 有大碗茶呀 可也有高的 盖碗茶 您要是有钱 您喝多高级的茶叶 这儿也有 您说就位解渴 花衣的梅 您来大碗凉茶 当时顿顿顿下去 痛快痛快 这也有 为什么 感激的人也是 三教九流 五行八作 什么人都有 所以做小满个的人呢 他是什么钱都得赚 您别瞧 这么大地方 这么些个座位 可没有什么空着的 鸭鸭叉叉 这四个院 做得挺严 也有茶坊 这茶坊呢 瞧得出来 为什么 盖码三腔啊 系着围裙 搭着袋手 手里滴着铜壶 这在于茶坊来讲 这叫一马三剑 身上的三宗宝贝 他一眼就瞅着 司马良跟夏九龄 这小哥俩 穿得好 年轻的公子 打扮很穿着 说现在话说 很时尚 那年头 年轻人也好倒着 哥俩都是 宝兰色的裤裤 外边穿着 宝兰色的大裤 腰里面系着 丝涛底下 大红段的福字旅 一看俩小孩 长得这么精神 腰里不鼓鼓囊弄 带着不少零钱 这是赶会的 有钱人间的子弟 那茶坊必然 是殷勤招待 二位少爷 来吧 您看没 你瞧着人都 茶言了坐满了 那茶坊的眼最独 他知道哪有空座 就领的一张桌上啊 一条板凳 可这张桌是四面 这三面 全都坐上人了 就这一条板凳 哥俩想不坐一条板凳上 也不行了 说几点几点 那强于没有地 您二位就这吧 这个不能说上 真正的茶馆酒色 要个担家 为谈事 那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也没有 得了 就这吧 给我们沏一壶香片 好嘞 哥俩呢 要坐这喝水 歇歇腿 聊会天 可是哥俩往这 这么一坐呀 心里也有点不痛快 为什么 这一棚口里的喝茶的 什么人都有 也有身穿长衫的 有点身份的 也有两截穿衣啊 手艺人 小买买人 可也有那个浪荡公子 顽固之辈 在这里胡溜的 不看男的竟愁女的 招风引迭 哥俩有心管教管教他们 又一琢磨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人家就在这 胡溜的瞎学嘛 自己两个年轻 这要张嘴一管闲 是准答起来 何必呢 老师门户里边的教育 又是严的 所以哥两个隐忍不发 这喝着水 头一壶水 还没喝完 一人刚喝一碗 还没续二壶呢 就听着身后的 后级呢 对后级呢 聊上 离得近呢 听得挺清楚 就听这个跟那个说 师哥 诶 师弟 最近我这能力可太大了 哦 什么 老师格外的栽培我 今儿个嘿 都给放走了 老师独担 把我给留下 哦 独担把你留下怎么样 又传给我一手绝活呀 别人是实在的没有 那天就传了我一手 我呢 不能让他们瞧去 我这些人 我这些人都故意的不练 那是上半事 今天又把这下半事交给我了 这招呢 我算是彻底消灰了 哦 那么 老师 教给你什么绝技了 师哥 这就咱哥俩 皆为咱哥俩最好最后 坦亏要外的一点 我也不能够把老师传我的绝技 显露在您的面前 可是即使我说了 您听了 您现在要提出来要瞧瞧 我要不来这么一下子 那就显着兄弟我不对了 嗯 好啊 师弟 那么 你把老师传你的绝技 演练演练 我瞅瞅 哎 说的话 身后的这位呢 就站起来了 您算算 司马良下九龄 两个人是侠客门徒 自幼跟随着南侠 跟着司马空老道长长起来 武术很棒 后又改头在同林的门下 跟同林习武 这几年 由北而南 由南而北 闯亮了这么二三年 那眼皮的多宽 成了名的剑侠客 见过武术 一听身后的这二位是恋家的 师兄弟 老师把别人都轰走的 独单留下他 交的密手 绝活 想必是好的 哥两个呢 拿手啊 支着脑门 偷偷的回头 人家练武 你大把金刀 回头看 不合适 处着脑门 俩人测量 拿眼往后上 看看什么绝技 就瞧啊 这师弟站起来 往这茶桌投了这么一站 钻双拳 拉两肋 横跨一步 往下一蹲 扎了个马步 哥俩一看 全数 看他底下怎么练 就看他猛然间一伸自己的双手 趴着一拍 紧跟着一张这手 这师哥在旁边给教一下 好 师弟这手叫什么 这是老师那天教我的 头一招 上半世 这有个名额 当然有 这叫 这叫 狮子大张嘴 这是独单把你留下 教这张 别忙 这叫什么 这叫张嘴的大狮子 这两招搁一块 这是狮子拳 一共 两世 一个 狮子大张嘴 一个 张嘴的大狮 这师哥一瞧 好 罢了 嘿 师弟啊 到底是你入门晚这么一天半天的 老师这招咋就交给过我 今儿我一瞧你练的还真不错 就算到位吧 那么那时候绝会老师教你没有 哟 师哥 您先带我收了气功 我还散根气 师哥 您练的什么 考评 给师哥腾出地方 师哥往这这么一站 一扎马步 哦 启示都是这个 也是横跨一步 伸双拳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师哥 您这叫什么 一条扁单 有二招吗 有 这叫扁单一条 哎呀 子顾他们俩这么一练不要紧 斯马良下九龄 吭吹一下 乐出来 哥俩这 十个大张嘴 一条扁单 正练 一听他身后的 有人吭吹一下 一回头 哗 这是哪刚撂书包大学上 赶回来了 赶快好好坐那喝茶 跟哥哥说一会儿 哥哥把茶就给你吼了 司马良下九龄 俩俩小孩一听 都还说便宜话呀 两个人一转身 四哥可就对脸了 喝不喝茶就不要紧 有没有茶店冲哥哥说 怎么还乐上哥哥呢 是不是瞅着哥哥 这五练的好啊 那司马良啊 稍微老实点 没搭茬 夏九龄这回啊 爽的乐出来了 您别给练武的丢人了 您哪 这不是练武 纯粹的您这是起哄 您这叫什么武术啊 大听广众 大言不灿 还老实留下来 就这狮子大张嘴 张嘴大狮子 一条扁单扁单一条 你们别这招说了 找地方活动活动吧 又喝 大家伙一看 这两个年轻人 少不经事 可捅了马蜂窝了 怎么 这两个人 可是有名的会 那个说司马良 夏九龄 不知道他们俩是会 会吗 不知道 可当地人一瞧就知道 这俩土流氓这穿着胆 跟别人就不一样 紫花布的裤罐 一条辫子呢 不在脑袋后的垂着 在脑袋上的盘着 最后把挺长的便衫 坠在病边 这搭了 为迈着是这窍 红便衫 脑袋上呢 拿手 挤脑袋红方片 一方片八呀 一方片十 太阳穴上呢 一人贴一块太阳膏 还是绿的 有这个明目伞 避闻伞 不闻 在腮帮子上 搓他们俩大壶体 就为让人瞧 我可在里儿 有一个其中 还相依金牙 喝不喝水 说不说话都吃着 老吃着这金牙 让别人瞧 仿佛都有多少钱 斜腰拉胯 摇头晃屁股 往这一坐 三道弯 有板腾 坐一半 此一半 坐这一半 把腿拿上来 这脚此在这板腾上 一人占一条 独板腾 不像司马良 下酒零似的 俩人 坐一条板腾上 可你要逛会 这大半都知道 这两个 不是好人 一个叫一声雷啊 王武 一个叫一片云啊 赵六 一个一声雷 一个一片云 这哥俩还都有老师 人家说他们这老师怎么样 必然不怎么样啊 这您可错了 他们俩这老师 就在最后一个五层的塔院 护国寺最后面是塔 这塔院最清静 可是投了这四层院 这么热闹 后头清静 今天一位喇嘛 就不让进了 护国寺的喇嘛 单把这五层院 辟出来 一个自己要做功课 另外 就给了这一位了 这位在这干嘛 戳杆交场的 狠交了几个不错的徒弟 那么这一声雷王五 跟这一片云照六 是不是他徒弟呢 是 可他一招没交 这两位托人弄呛要败的 他不得不收居的便 收口收了 他瞧出来了 这俩小子不地道 小五也不是为了健体防身 就为了七行八事 抢男霸女 小能那位欺负人用吗 那能真心教他吗 二年半了 这个小离狮子大张嘴 张嘴大狮子 那小一条扁的扁的一条 拿他们俩开心 那么这老师姓什么 叫什么呢 这老师姓焦 叫焦与焦秋华 人称焦二爷 江湖上送一个外号 叫树壁摘星 您听这能耐 他平常那胳膊大了 他把这胳膊竖起了 一伸手 他能把星星给摘下来 他叫树壁摘星 焦与焦秋华 焦二爷 是个响马出身 哪的人呢 口外 专在十二库仑草地上 做这个抢劫的生意 年身日久 有了匪号了 有了威名了 他还不用亲自干了 整个草地上的贼 都尊宠焦二爷 打这起 他来坐地分赃三七丈 谁抢了一百两银子 有焦二爷三十两 谁抢了一千两银子 有焦二爷三百两 那焦二爷每天在家里 伸不动 绑不摇 就有人成筐的抢银子 这天 焦二爷过生日 可是 各山各寨 草地上的 陆林英雄们 全给焦二爷贺售了 其中有这么的人 一瞧焦二爷 喝酒 喝得过点量 他一看机会来了 他要进几句残言 焦二爷 您还别说 咱们爷们这几年 在口外头 在这个北路上 就得说威震草地 草原上谁不知道 树壁摘星 焦雨焦秋华 二爷您呢 小的我打心眼里赞成 跟您跟前混饭吃呀 打心里面痛快 就是来往的 这些标行的人 哪一个 他不得卷齐哑标而过 谁敢在草地上 乘能抖威风 那他就算触了眉头 讨了晦气 可独单有一位 这位啊 平时对您 他好像就有个出口不逊 而且对江湖陆林道上 他是盖部买账 他倒说天是王大 他是王二 就凭着他们祖上 一张金弓 创下了万年的记忆 焦二爷一听 你说的是谁呀 就是北京城里边 东河宴上头 东光玉标局 金弓小二郎 这位李国梁 这李国梁 他们祖上 叫金弓神诞子 李武爷 这李武爷过世之后呢 家里边 辈辈都保镖为业 可这打明朝 一直到了清朝 没干过别的 到了李国栋 李国梁哥俩这儿呢 还是指着这个 金弓小二郎 李国梁呢 继承祖业 一把金弹弓 敢说是弹无虚发 标旗上 挂这么一把金弓 久走北路标 那么说这位 他为什么要在焦二爷面前 给金弓小二郎 李国梁 他们两个人拴对呢 原来这位姓王 叫王成 这王成啊 是这个东光玉标局的一个烫子手 吃酒误事 耍完钱 输了手脚 还不太干净 那么李国梁呢 柜上不能用这样的脚屎棍子 可就把他拆直下来 而且 怕他报复 把他就轰走了 再到别的标行 名声太臭 人都知道 他是在东光玉标局 让金弓小二郎 李国梁给轰出来 站不住脚 吴代河 弃走北京城 这小子一跺脚 可就出了口了 到了张的口外头 他也是蹲包头 放冷箭 干这没本的买卖 惊人推荐 他就来到了 内外两盟库伦草地 到了十二草原上头 他可就投在了树壁摘星 娇二爷的门下 今天趁着娇二爷过生日 多摊了几杯酒 酒后 可就有点不明 他噎尽残言 这个金弓小二郎李国梁 他可不服您 不仅出口不逊 恶语伤人 简直的 他那话我没法小 我要小出来 您非当时一时脑子 把小子王城华给宰了 就我不小时 您也想得到 他都说您什么 无中生有编配您好些个不是 他放出这样的大话了 说这东光宇 镖局的镖 是不走到库伦草地 还泽罢了 倘若来到了十二草地之上 单单的就要逗逗您 娇二爷 倒看看是您强 还是他强 您琢磨琢磨 树比摘一星 娇二爷 那脾气一听 好啊 我向来还没怎么动过他的标 来 传我一支令 这草地上的英雄都在这呢 打尖起 是别人尖的标 全放 一尖不许结 结了别人尖的标 就等于结我娇丘华一样 那就算跟我娇二爷为仇作对 那大伙吃什么呢 哦 大伙抢一个 有我三成 我平成白拿大伙的钱呢 咱们专接东光宇 说东光宇一天不走口外 我养着大伙一天 逢年过节 三节了寿 人吃马胃 一家的脚果 都冲我教语教求华书 打这儿起 金盆洗手 咱们种草 养牛养羊 不接别人 可有意见 姓李的李国良 他可别走口外 他保着一个子 保着一两银子 保着一块布 也得给他抢下来 我叫他走 姥姥 大伙一听 对 瞧不起娇业 就是瞧不起大伙 瞧不起大伙 就是瞧不起咱们草原下的英雄 别的标行的车随便走 咱们今儿就抢东光玉 和大伙一起哄 宣了是 世诗大会 打这儿 大伙一散 各回各赢 各回各债 别的标走啊 大伙还真就不抢了 不上一个月 东光玉的标车 扣了五波 五波标师 有心 找树壁摘星 把标要回来 自己琢磨着 本领不计 九文口外 有个大贼 别看多年不干了 坐地分赃 三期下仗 但真要说 拍门找人家 要标去 大伙没这能耐 最后大伙一块 回北京 到何样 东光玉标局 李国梁那儿 正吃早点呢 一看五波 一块回来的 这五波 可不是一块走的 而且去的地方 不一样 这波出去了 回来 那波还没回来呢 老子们倒着走啊 怎么这五波 一块回来了 就知道这里有事 大伙啪啪啪啪啪 跟李国梁 这么一消失 可是别人家的标 都没截 但截咱们东光玉的 您哪 想主意 找教授爷要标去 李国梁 收拾自己的行囊包裹 带上随身的家伙 别好的金工金蛋子 将然要出门一琢磨 不对 我跟姓娇都没有矛盾 娇二爷为什么不截别人 单截我呢 这里有事 准有岔头 不定谁进了残言 说了坏话 给我们哥俩顺对 别看我们俩不认识 但也慕名了 我九知口外 有这么一个娇与娇秋华 自己想着这又回来 那时候怎么不去呀 没有十足的把握 逢墙智取 欲绕和秦 你要到那 准有把握 能把教授爷给揍了 那就去了 到那甭说 输了 就是跟人打一瓶手 也不好意思要标 要不回来 江湖正除名 子一辈 父一辈 从前名就传 神蛋的李五爷 进攻 这张旗号 算完到我李国梁手里头了 也对不起大哥李国洞啊 自己心里边 越想越别扭 怎么办呢 得了 找把兄弟大哥去吧 把兄弟大哥是谁 护国寺五层塔院里头 大喇嘛 叫丑面佛 马宝善 马宝善跟李国梁把兄弟 李国梁 够奔护国寺 到护国寺 见着丑面佛 大爷 我崴了 大喇嘛一听 怎么了 口外的有个树壁摘星 交与交求华 别人的标不结 独单要结我李国梁的 东光玉的标车 一个月扣五波的 现在标师们 烫子手满都回来了 您说我怎么办 大喇嘛乐了 你怎么想起我来了 咱们哥俩把兄弟 您替我想想主意吧 丑面佛大黑脸蛋 一乐 脸上这肉 嘟嘟嘟嘟嘟的 脸大嘴 大黑脑子一晃 你找我算找对 怎么 交与交求华 大是我二师弟 哎呦 向来没听大哥 您提起来 老师不让提 各位 提起来这一门师兄弟 可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 大师哥 就是丑面佛 马宝善 护国寺大喇嘛 二师弟 九占口外草地 十二草地上成名的英雄 树比摘星 交与交求华 三师弟 九占云南 马武山 武山主叫做火眼 索尼贺勇和建章 老师不是别人 剑山上的军师 就是杜清风 赶紧马宝善 跟交求华 还有现在已经 咱们给说死了的 贺勇和建章 这都是杜清风的徒弟 这杜清风 这杜清风有两下 你瞅他教这徒弟 您就知道了 这个 这安排口外 笼络 这么一帮江湖上的人 那个收完了 上云南 八卦山 八卦山上多大势力 李坤李太吉 带这哥儿八卦 战据云南南盘上 八卦山 四十年 手下校聚的这个楼楼兵 将近万人 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莫拉脸收这徒弟 后来倒给佟林这个 北京 黄粮催头 这个天下第一 无成 家里面家资俱万 花不完的钱 这都是别让杜清风 宝剑山造反用 所以他这首徒 丑面佛 马宝善 功夫最好 大喇嘛在护国寺里边 可有势力 您要知道 他这个清朝 这些皇上 他都是敬佛的 他敬这佛 主要就敬喇嘛 他是密宗 他不是禅宗 当然和尚他也敬 但是北京 皇上家的 赤剑的这些庙 基本上都是喇嘛庙 那么 现在马宝善跟李国良可就拍胸脯了 别人我不敢说 口外的树壁摘星 焦宇焦秋华 是我二师弟 不用我亲身道 就是我一封书信 你差人下到口外草地之上 这五波标银 老老实实的 他得给你送回来 那我多谢大外兄 马宝善这才提笔在手 刷刷刷点点点 写下一封书记 李国良讨标怎样 咱们是下回 接演 书记上回 接说一段雍正剑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 十二草地口外的一个大响码头 叫树壁摘星焦宇焦与焦秋华焦二爷 他的手底下的伙计啊 有一桥嘴王成 这王成搬弄是非 因为王成呢 是北京东光玉标局里的一个伙计 因为手脚不干净 贪杯勿势 让东光玉的标主 金公小二郎李国良 给开阁了 怀恨在心 那么这小子呢 混来混去 混到口外去 到了草地上 可就也当了响码了 在焦宇焦秋华焦二爷手底下 混那么一份差事 这天 整赶着焦二爷喝酒喝多了 这小子一劲残炎 说提起您焦二爷来 谁人不知哪个不小大伙 小大伙哥得赞成 无论是人格是品行是能耐 大家伙 都得说您焦二爷 刑端履正人无自厚 唯独北京东光玉的标主 李国良 给李老二 肃长肃往的对您 提起那个话来 语多寝犯 我不敢直言 焦二爷喝多了 什么叫语多寝犯 就是他骂我呗 他骂我 你不小舍我 怎么知道他骂我 那您明白 您胜明 可不是小的我骂您 是他骂的您 当然了 这就是糊涂人 有明白人 他骂我 他一人知道 你告诉我 你也知道 连你一块傻 这九千岁就这脾气 伪忠贤呢 可是 焦二爷没有那么大成福 你照直了说 他都说我什么来呢 和这小子 天油加醋有 真没意儿 他必说 焦二爷真信了 你李国良不是神诞子李武的后人吗 不是以精工为号插一只标棋吗 打劲起 口外十二草地 让胖子手 撂高的兄弟给我瞧颜了 试别的标局的标 还不截了 打这儿起 东光玉的标车 步走北口外 我管大伙的脚步 一家老小吃喝拉撒水 行动坐卧走 吃着喝着穿着带着 使着用着扑着盖着 冲我 焦二爷说 可只要是东光玉的标车一露面 那精工标棋一见着 就给我抢 连抢五波 一个月之内连抢五波 五波标主 这些标客们 打官们 一块就回了东光玉了 李国良一看干了 我怎么犯着 这焦二爷了 多在走到焦二爷的地盘上 也是卷旗亚标啊 咱们懂规矩 再说了 我们家不是一辈标行啊 多少辈了 没出过这事 不冲我李国良 冲我哥哥李国栋 不冲李国栋 冲我父亲 不冲我父亲 神诞的李武呢 李武爷那是什么样的能为呢 江湖上好家伙的 不成 这事得找了事的 真找对路子了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 奔哪 奔西城护国寺了 到护国寺找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是 精工小二郎 李国良的法兄弟大爷 大喇嘛叫丑面佛 马宝山 马宝山一听 李国良跟自己小舌 在口外的连丢五趟标 一皱眉头 不至于 老二 凭你们哥俩在标行这些年 还甭说 有仙人 祖音上 记得得 就凭你们哥俩这个能为 什么人吃的雄心吞了爆胆 他敢结咱们哥们的标啊 这人能耐比咱大 但分国良我有这能耐 我拿着弹弓 我拍门找人家去 到那会儿 PQPQ一来 拿我这个 换他眼珠子 我还麻烦大哥您干嘛呀 他这个扎手 怎么扎手啊 大喇嘛能耐大了 您琢磨琢磨 丑面佛马宝山 是剑山鹏来岛军师爷 云霞道长杜清风的首徒 大徒弟 这大徒弟一般都狂 这也谈不到恶俗 我们小的 是小了也不算恶俗 也应时当令 不为伯您各位一笑 可您各位不厚的两头车 他说说您也鼓掌 花钱看我们打架 麻烦上把嘴一撇 谁我听听 大哥 您知道 库仑草地上 十二连环寨 有这么一位 树壁摘星 娇与娇秋华 人称娇二爷 那据我听说 剑客门徒啊 哈哈哈哈哈哈 马宝山大黑脸蛋 一乐 这两个嘎的肉 蹲蹲蹲蹲蹲的 丑面佛长得寒碜 马宝山乐了 一撇嘴 半了 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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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你这人情行到家了 你脱队人了 别人 我了不了 最多哥哥我 抄上家伙 带着四里徒弟跟着你 替你要标去 我不成 有我老师 剑山发雷 人工麻 哪儿咱们都不处 唯独您刚才提的 娇二爷 咱们省了大事了 就凭哥哥我 二拇指宽 一个纸条子 你这五藏标 完全要回来 山上什么东西好 拿着什么 他不敢说别的 哦 我还能反把他给揭露 哎 可以这么说呀 你怎么关系这么硬啊 师兄弟啊 他怎么练的娇二爷呀 他是我亲师弟呀 敢将娇与娇丘华 也是杜清风徒弟 将帝你崩了 这马宝善跟娇二爷还真过 预备 纸笔墨宴文房四宝 叉叉叉 给写了一封信 去 找你手下人 来趟口外 辛苦一大 原有的 标识趟的手都带着 到那儿 该笨哪笨哪 把标就起出来 李国梁真得说心话怒放 这哪想去 没想到啊 自己的把兄弟 大爷马宝山 会跟娇二爷是师兄弟 嘿 这回行了 可是呢 到家里 回到东方玉标局的 把大家伙都找来了 敬平马宝善 这么一张纸 一封信 还是不放心 又预备这么急骰的礼物 自己 又写了一个 陪人情的 这么一封信 两封信 加名片 搁一块 给床的礼担里头 封这么一个弦 还得找老城 稳重之人 能说会道 这么一位 带着原有的 标师 打管烫子手 二返投堂 勾奔口外 到口外也不能直接 上山寨里边找人家去 先拖人 仿出几个朋友来 口外 陆林道也不能是 娇二爷一家 哎 就在口外头 又拖了几位 陆林道上的好汉 跟娇二爷素肠 有来往的 这么几位 有头有脸的 大家伙 同着这位 可就上了山了 见娇二爷 把这信息 拿出来一瞧 就知道有门 怎么 娇二爷 也狂着呢 练着截了 李国良五趟标 这东西 缘分没动 都在山上搁呢 不为截标 娇二爷有钱呢 就为逗着李国良 天天在家练功 等着呢 不是李国动 就是李国良 拿着弹弓 就得找我来 到这得跟我动手啊 没想到把人等来 说是从北京 护国寺来的 大师哥丑面佛 下一封信 赶紧站起来了 接大师哥这封信 恭恭敬敬 治之成成 下书人就治得行 为什么 瞅着娇二爷 对马宝山这尊敬劲 就知道 这封信有力量 赶洗完了手 焚热箱 扯去了封瓶 掏出了信权 把这封信这么一念 床的这个信封里头 旁边放好了 把李国良 这封信又给打开了 李国良 这封信打开 大概其这么一瞧 又跟自己相熟的 这几位朋友 这么一客气 把下书人给找来了 你们东光玉标局的 来了多少人呢 五趟标 原有的标诗 还有趟的手 全到了 哦 车老板呢 车老板也都顾好了 嗯 好吧 下山带你们的人 上山起标吧 这么省事 教二爷 您恩典我们 什么话 有我师哥这一封信 一天云才满散 就如同我师哥 亲身来到口外一样 即使这样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 见着你们李标主 还得烦老你替我美言几语 就说交了二我 哈哈哈哈 莽撞了 莽撞了 完了 哎 那 我把你截了 没有我师哥这信呢 完不了 再露面还截 要标平等的说话 这你烦着我师哥来了 我怎么也得给面子 五趟标 上山 起的山下头 该笨哪笨哪 这个事算了了 夏书人 回转北京城 回复李国梁单题 咱们这先说交二爷 交二爷一看 大师哥这封信 心里边很不好受 怎么 你看 应当是什么呀 应当是同门师兄弟 总要有个来往 互相有些个照应 我嫌能想到 李国梁 是大师哥的把兄弟 要早知道 我不能下这个手 可为什么不知道呢 书于来往 想老门师 在他们的跟前 同堂学艺 这么哥几个 最好 那就是 我跟大师哥 可是 我师弟 远在云南 我在口外 我跟这贺老五 我们俩离着也 忒远了 这个八卦山上 贺武债主 跟他也师兄弟 那年头 您琢磨琢磨 要由外蒙 走得云南 就有自行车 也够呛 我还头回听说 骑自行车 进荡 你甭说他不去 我听听我都够巧 这不疯了吗 咱还说咱这书 现在 马宝山 离我挺近 我这大师哥 不是在云南 在北京 接口外到北京 相对的来说 这近多了 我不看贺老五 我这师弟 我应当看个大师哥 何至于说出了事 让大师哥 给我来的密封信 实在是我焦秋华 做事不对 所以焦二爷反省自己 一琢磨 得了 进趟京 看看大师哥 预备好礼物 带着楼楼兵 可就下了山了 有草地南下 这一路上不紧不慢 因为他是乔朋友 也是游山玩水 别看 这个口外苦寒之地 自然的风光 别有一番风情 焦二爷 信马游江 到了北京一看 真得说是帝王脚下 大邦之地 那北京您琢磨琢磨 打明朝开始盖 元朝的时候就盖 元朝那成都在咱现在北边 这您都知道 这明朝就是现在跟清朝的这是一样的 那您琢磨从明朝一直盖的清朝康熙年了 这北京盖的漂亮 你们说有多漂亮啊 我就只能跟您说 当时那个北京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城市 全世界 您也找不着北京那么大的古城 这个城墙的建筑太雄伟了 各国的城堡 地方西安的古城多棒 石潮古都西安 西安要跟北京比就是重温区这么大点地 很小 外地的县城有保留的 基本都跟您看晚平县城 您瞧见了吧 晚平县城的小县城保留 现在好 晚平县城的火 了不得了 国家给好多钱 那要是把北京留下来 晚平县城 您一看 晚平县城还多大呀 而且晚平县还统的城 俩城门 不是四个城门 北京可不是四个的问题了 离九外七黄城寺那么些城门 那这多么宏伟的一座古城啊 娇儿爷竟在口外头 看草的主 咱说娇儿爷下山 那山也不是说高山 那蒙古那地方没有太高的山 那都是高原了 属于草 但是也都是山包 丘陵也就是 刻刻开了眼了 自己带着人住些店 让自己的伙计住在店里头嘱咐 这地方不比咱们草地 尤其你们长的模样 咱看着就可疑 北京城 三不一个炸的 五不一个堆子 跟你说 手名眼快的官人居多然 拿得去我可管不了 身上带着零钱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看什么好 可以买什么 千万别给我惹货 我得穿门去 自己打听着 让店里的伙计跟着 不让自己的手下楼鲁兵跟着 带着这礼物 可就奔了护国寺了 到护国寺 自己假装扮作前来随喜的居室 在庙里这么一转用 头层院 二层院 三层院 四层院 到五层塔院 这不让进了 这才跟人说 上父你们的当家的丑面佛 马宝珊 说有焦与焦秋华来见 可把马宝珊乐坏了 撒腿如飞往外跑 师兄弟多年未见 两个人是非常的亲戚 焦与焦秋华 撩一往地上就跪 为什么 这是大师哥呀 跪到行礼 蹦蹦蹦要磕头 那马宝珊也就让他磕一个 赶紧伸手相掺了 自己弟兄哪那么些力 起来起来起来 大师哥 把他让到里边 分宾主落座 有小胆们献茶 店里的伙计把东西撂下 焦与焦也把他打了回去 一看马宝珊 大师哥 这几年没见 您略有发福啊 太老了 上岁数了 兄弟你倒没怎么变模样 是啊 这是哪一阵乡风 把胸的泥给吹来了 前些日子 我给你去封信 这个事情怎么办的呀 哪还能怎么办呢 全得听哥哥您的呀 师哥您的信到了 当师弟的我 焦感不尊呢 您不问我怎么来的吗 没您这封信 我能来得了吗 您给师弟我 下完这封信 秋华我这么一想 这么多年 咱哥俩离得不远 我是短看望您了 人家 哎 趁着线下 口外头没什么买卖 我这位特意的这回 就是看您来了 兄弟你可多礼了 哎 得了 这档子事情 你替哥哥我办了 就算了了我一桩心事了 咱们 聊回来的吧 焦秋华两个人 跟马宝山坐在这还一聊天 您琢磨琢磨 同堂学艺那么多年 这些年又一直分手没见着 那可聊的可就多了 两个人互相一问 现在的境遇 正在春风得意 马宝山这大当家的 那是口外大寨主 简露脸的说吧 两个人互相这么一捧一聊 再一问问 这几个师弟都在哪 这功夫好大了 就看呐 在外边乡 这小喇嘛啊 调摆桌椅 哎 真酒不灿 酒 筛热了 跟那摆着 菜炒头了 跟那堆着 满满灯灯一桌子 到掌灯时分了 也没让 陆席 可是焦雨呢 焦二爷 准知道他大师哥这 还大师哥这管饭呢 给伙计们拿零钱 都外边吃去了 自己在店里也没垫点 这会儿还真饿了 哎呀 到北京 跟我们那不一样 我们那等不到 掌灯时分呢 天微微一擦盒 太阳一落山 就开始吃饭了 大碗的喝酒 大块的吃肉 就烤羊了 勾火的晚回了就 到北京这都掌上灯了 一看外边满天星星 这什么重点了 怎么不让习入味 开饭呢 焦二爷也不敢提啊 一瞧 大师哥 还高谈阔论 没有一点 要吃饭的意思 这外面摆一大桌 这干嘛呀 这是给我预备的不是 焦二爷有点不乐意 你瞧不出我饿了吗 这也没法表示啊 那年头也不戴手表 你现代人好办 他好办 那会儿不成了 这又有身份的 陪着聊吧 大喇叭呢 还紧着让茶 喝喝喝了 罚了七宴的 也就焦二爷有功夫 欢一般人坐着 这打花 饿得眼蓝呢 一般说书的 到这就脖口了 饿得眼蓝 啪就摔木头了 咱们这不成 还得接着说 大师哥 您这晚功课 一般都什么时候做呀 晚功课 子时之前得做了 那够紧张的呀 萧秋华也机灵 拿这话灵 您这个吃饭这么晚 再做完晚功课 得赶在子时前 这中点够用的嘛 马宝山一听 萧老二还学会绕弯呢 闲开饭碗 不说闲开饭碗 他替我操心 今儿你来了 我这晚功课 耽误一天 耽误一天吧 不忙啊 不忙 大师哥 我给您 带来这些东西啊 有点土特产 要您先尝尝什么呀 我陪着您 咱们先尝两口 你给我带来的 那都是金贵的东西 那点心 我得留着 慢慢的细品 我还得佛前上供 那都是好东西 今儿咱就不吃那个 来了得让你换换口味 吃点北京当地的特产 哦 是是是 焦秋华就差问这句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那不能直接问呢 喝拿话紧着领 没有开饭的意思 这中点大了 这家伙外边都定更天了 可算来了 就听外边 一溜小跑 大爷 大爷 我这焦二哥在哪呢 一阵风一样 刮进来一个人 马宝燦 一听这个人说话 用手一拽 焦二爷 站起来了 行了 老二 咱们入席吧 开饭 哦 等这位 这位不来 开不了席 大师哥 您给指引指引的 啊 李老二 金工 小二郎 李国良 教师爷一听 您这茬可老点 我刚给人家抢了 您这玩意 这一见面 人家 人家要问我 教师爷一听 我没招着您 您干嘛抢我呀 我没得说呀 再说了 您请他来也不要紧呢 您知会我一声 哦 派小喇嘛去 请李国良去了 您跟着我这儿 啊 一通神疗 瞎砍 你告诉我 我有思想准备呀 哎呀 大师哥 您这点 都是自己弟兄 李国良口会来 金工小二郎 一进门一瞧 屋里就这二位 过来 先给 马宝善行礼 大哥 我来晚了 标局子有点杂事 哎呀 您派人去说 我这一时也 这个没有准备 这位就是焦二哥吧 过来一伸手 把焦二爷手口就攥住了 焦与焦去花一看 哎呀 大师哥 这位是 李国良 李二标主 哦 原来是李二 焦二哥 前些日子 你我弟兄 有些个小误会 您派人 把兄弟我的标给截了 您截的对 为什么 因为我得罪小人了 是兄弟 我一时不察 我言语上的不大 让小人怀恨在心 这才从中搬弄是非 他想让二哥您 把我给坑了 这叫戒刀杀人 他哪知道 当中有咱们的喇嘛哥哥 有喇嘛哥哥在 也能让小人从中得意 就凭喇嘛哥哥一封信 您会给这么大的面子 五趟标 缘分不动的全都给放了 没别的 二哥 您跟我大哥 往上坐 我此此时时的 给您磕俩头 闹得焦二爷 满脸痛红啊 哎哟 二弟 照你这么一说 倒显得秋华 我不对了 我得给你磕头赔罪 哪儿的话 您是哥哥 我是兄弟 李当时我给您建李 马宝善也会来 用手 一问焦二爷 哎我说二师弟 当得地 这不是外人 是咱们的兄弟 投资见面 甭多了 给你磕撒 哎大哥 您这 您这可不对 我哪那样兄弟 哥都坐下 坐下坐下 说的话 稳稳当当 往下一问 焦二爷 李国良 翻身扑通 就跪着了 真可爱 二哥长 二哥短 邦邦邦 给焦丘华 磕撒头 焦丘华 一撩自己的衣裳 还一个半柜 伸手相掺 兄弟快点 起来起来 自己一哈腰 拿自己的袖子 给李国良胆土 马宝善一看 我说李老二爷 你给你焦二哥 可坑都不浅的 而且显得喇嘛 我不懂事 打过晌午来到现在都订更了 还没开饭呢 我还跟小喇嘛说了 你们俩先吃着喝着 别等我 这怎么话说的 完了 我一瞧啊 酒也凉了 菜也凉了 干脆 咱们已经等了 上我那去 我弄点好的 咱们喝点热乎酒 吃两口热乎菜 焦二哥怎么样 不接了 让小喇嘛弄点热汤 我算着吃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丑面佛也乐了 我这还没有热菜呢 没关系 来来来来 入席入席 您可听明白了 应当 是丑面佛当中做 上手 焦秋华 下手 李国良 但今天 暗含着李国良 冲马宝善实验神 丑面佛可就明白了 三推两让强行的 可就把当中主位 让给焦秋华了 树比那一行 焦二爷万般无奈 这才落座 马宝善四面为上 坐哪都行 坐坐坐 哥儿几个 真得说是把酒言欢 一天云气满散 当然李国良得问问 谁进的这残言 他也不知道 乔嘴王城 跑到口外 当了祥骂了 焦二爷这点 城府倒有 自知道 中了小人的 奸计了 拿自己当枪使 现在人家哥两个 一团和气 这么恭维自己 自己面子居住了 可是不能自己刨自己 也没提 乔嘴王城的名字 得了兄弟 再提这就是 骂二哥我了 你也甭打听是谁了 回去 二哥我一定替你出气 言办他也就是了 完了 那我就全信 哥哥您了 这一聊起来 一吃一喝 也搭着真饿了 喝 喝着这个痛快 聊着这个高兴 甭说 是马宝善 李国良 就是焦二爷 头次相识 一看这李国良 跟人传言的 截然不同 对自己这个恭敬 那就甭提了 吃着喝着差不多了 摘耳的一听啊 四更天了 五更天亮 喝半宿了 也搭着开饭晚点 哥仨喝的也都差不多了 喇嘛爷 让小喇嘛 重新把漱口水拿来 七盛茶 拧热手筋板 哥仨擦把脸 师弟 老二 咱们聚会的日子多了 今儿我瞧 差不多了 咱们都歇会吧 喇嘛哥哥 我娇二哥 住的哪啊 就住我这五层塔院 这么扯 您这是喇嘛 休省的地方 那哪能住人呢 一般的人 到您这住 还是不方便 这样 让焦儿哥上 往那去怎么样 你那 我那 您还不知道吗 我后面那 又新盖了几间房 南北通透 那都是又名又亮 干净卫生 我那吃的也好啊 我这吃的也不吃啊 您这吃不是多少有点忌讳吗 对不对 在佛前头 咱们还得 多少有点规矩 那倒是 我知道 我焦儿哥在口外 那讲究大碗的喝酒 大块的吃肉 到我那没那么些个拘束 您要愿意凑呢 一尊您的贵价 您啊 上标局的找我们哥俩聊去 再说了 我跟焦儿哥 没聊够 我们哥俩 得好好地在一块 触触我们这感情 嗯 怎么样 师弟 你是乐意上老二那去啊 还是乐意在师哥我这 可都有你 我都行 哪都一样 那完了 即使焦儿哥乐意 上往那去 这说着话 过来就掺 焦儿爷乐了 还用掺 这点酒不算什么 标局的离这远吗 不远 一溜达就到 打这说 顺护国寺出来 天都蒙蒙亮了 哥两个道上 说着笑着聊着 可就来到了 东光玉标局的 到标局的 一看 这又摆下了 要给焦儿爷接风 大头目 标师打盾烫子手 大家伙一块陪着 那刚喝完 这也就是点点而已 去 让饭庄 预备两桌酒 送到某某某客栈 焦儿爷带来的人 一个不许怠慢 拿二十两个银子 看看来几个人 给哥几个分分 然后你们陪着 既然到了北京了 咱们得金金地主之一 是焦儿爷带来的人 都不可以慢带 带着哥几个听听戏 逛一逛 带着看看北京好玩的地方 完全都得照顾到了 这您放心吧 标主 这我们会办 拿钱带人玩还不会吗 这几个导游走了 焦儿爷一看 呵 你看看 人静人高 不仅对我这 连我带来人都这样 老二 咱别过来 这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咱这可一宿了 天也大亮 我还有点小事 这样 您看看您住这几间房 行不行 不行 随时说 说 我就让他们办 就怕您不提 我呢 出去办点事 我回家也忍一忍 您呢 跟我这睡一觉 有什么话咱赏不见 好吧 这是标局的 没有内卷 到家 带着老婆孩子又来了 这是您弟妹 这是您的小侄子 焦秋华也亮走 拿出钱来 给小孩 赏午饭又一顿 下午 整个标局里 所有人大摆桌 有的是房 连客栈那几位 带回来 那账都结完了 全住标局子 大家伙团团促促 把焦二爷让到中间 喝标局子 这都走南创北的人 会说呀 好马出的腿上 好汉出的嘴上 奉登话还不会说吗 这通一捧焦二爷 教授爷觉得 比喇嘛庙里可强了 跟着要立足 哪句话 说出来 都那么顺耳 也没怎么吃菜 这酒就自己往下走 感情这顺溜话 比下脚菜还管用呢 哎呦 听着这帮人说话 很唱歌似的 你像我口外的人 怎么不会说话呢 每天见着我就 闷得了闷得了闷得了 一到吃完就把篱地 都拔了一地 我还吃什么呀 哎呀 这不错 这人说话好听 焦二爷高兴 晚不啥 李国良陪着 呵你别瞧 这家伙一天一宿没睡 到晚不啥 街头还真大 陪着焦二爷 一通海聊 聊得夜挺深了 这才回自己家睡觉 第二天又来了 一看外边一堆人 今儿也不知干嘛的 老二这是什么人 好 您这一来北京嚷嚷动了 今天有其他标局的 我们标行里几位同仁 大伙联名恭请 可不在我这了 北京最有名的饭庄子 您跟我走吧 顺标局的出来 这伙人 众星捧月一样 带着焦二爷 分饭庄子 这康熙年 有什么有名的饭庄子 现在北京 说赶上康熙年的 大概 便宜坊赶上了 赶没赶上 康熙呢 我还真不敢瞎说 所以呢 这个咱们姑且这么一说吧 就到便宜坊了 因为那年头都有什么有名的饭庄馆 我不知道 那您尝尝 烤鸭子 焖炉叉烧 讲究吃这个鸭肉 您要到全聚德 明火亮灶 挂炉呢 叫挂炉烤鸭 讲究吃皮 那不一样 果木底下 劈了啪啦一响 这拿 打杆子 挂着这个 大师傅没卖这手 您知道吗 这是压架子 压架子 压披 离着老远 知道吗 这甘子一只胳膊 啪把那勾起来 这一块 躺过手去 往这一合脱 还得稍微这么一抡 往这一送 刷就下来 那进气就那么准 试地方 你没练过 没练过得这样 人家这天天练 久练久熟 完之后 把杆子往这一搁 这块躺手 就一啪啪 往这一摔 不管了 一会再转转分分 时多的考得了 多的出来 我在那个 全聚德那炉头了 看这大师傅考鸭 我可爱看这个了 也大我小时候 住前门有吃功夫 我要好观察的生活 没事 我就溜进去 在那看他考试 底下有槽子 这压油下来 顺着槽子流 这边有钢 直接这压油流进去 那全聚德的压油 哪都不给 你得有熟人 人才能给您点的 那压油拿回去 各位一烙饼 烙螺丝状 那饼 真正精米粥一熬 弄点钢 炒点雪了红 帝的我跟您说吧 哎 不用旧菜那饼 就撕着吃都去 一会就炫一两章 去跟您说吧 哎 还真是 现在 没有了 嗯 您怎么都是标行的人 上午的精神 一捧着焦儿爷 除了东光玉 跟您有交情 敢走口外的标 我们谁敢走 口外的标 这回认识 您焦儿爷 我们算有犯了 焦儿爷一听 我也没那么忘到 都让我截 我手里也没点人 截得过来吗 大家伙干嘛 跟我这么客气 那口外也不是 就我姓焦的 一家占衫呢 大伙捧过了 谈来谈去 谈到武艺上 焦儿爷倒是 有点自信 好树壁 这鹰 一伸手 天上星星都能够下来 了不得 吃饱了 喝足了 送回标局子 到晚上 标局子摆下 焦儿爷都吃不动 打到北京 连人这三天 这五六顿了 有点磨嗝 好家伙 赏不吃那顿 还没消息啊 现在瞅着 大盘大盘 都演运了 受累 让弟妹 给下碗馄饨 有汤面舞的吧 我来的肃静点的 都这样 做什么都有 您点什么吃 又转天了 早上起来 一开门 又一怨的人 老二 今儿怎么回事 今儿个好 今儿是商会 联名 您看 这是故意铺的 这是绸缎庄 这是当铺的 这几位当家的 联名请您 这请不着 不成啊 这都是我的关系户啊 我保标保谁的 就保他们的呀 他们的标不丢 不全账您吗 这五趟标 这回这全来了 这二十多位 大家伙非要请您吃饭 一说口外焦儿爷来了 我是盛情难缺呀 有焦情 这太有焦情了 要没焦情 咱们别吃人家 您跟我有焦情没有 有啊 那就全有焦情 今儿爷一听 这扇子面交朋友 完了 那即使跟你有焦情 我怎么也得去 您赏脸得了 走 又来一顿 那那 昨儿要变一方 今儿就别变一方了 我就简单跟您说 不定要哪了 到了乾隆年就读一处了 咱说这康熙年的书 还没嘟一处呢 咱就假定说法 那伙有卖烧卖的 烧卖 教授爷一看 这个面食 很奇特 是吧 上面跟开了花一样 头回见 蘸着醋酸一吃 挺美 连吃带喝 大家伙一捧 又回来了 再转天一看 又来了 这都是干嘛的 这都是我 收了一帮啊 不成才的徒弟 也有管我叫师哥的 也有管我叫师叔的 也有我哥哥徒弟 也有我的几个徒弟 一听说二大爷您来了 不要请二大爷吃顿饭 哎呦 孩子们吃这样 咱往后排排行不行 咱们这月完了 下月咱们再开始 这个月我这肠胃有点受不了了 咱过过日容我歇息 别歇了 孩子们这都定好了 是不是 您要不去 孩子们伤心呢 完嘞 走吧二大爷 一帮孩子上了一架 二大爷跟着去了 打这儿说 天天有人请吃饭 一连就是半个月 这金工小二郎 李国梁的交集可真不宅 这请吃饭的就没重样 连北京离远孩子全来了 说书的唱大鼓的都请 教师爷一琢磨 这李老二 真能交朋友啊 你在这北京 这是个人物啊 官司两面全有 那天好 衙门口来那几位 我一打听 官阶可真不小 您可听明白了 他听官阶不小 实际在北京官不大 因为京官 您听不出来官大了 可这要到了口外 那可就了不得了 那就很厉害了 哎呀 这里头 我听说那天陪着吃饭 还有五品官呢 那五品官 在北京不算什么 哎 您都知道唱戏的 谭心培先生 人称谭卑勒 他是卑勒 不是卑勒 没封过卑勒 就他那作配 他那劲头 比贝利耶 份还大 可是 他是宫里的供奉 就五品匣 谭心培 五品匣 所以你要到北京 皇上跟前 他一赏 一封 最起码 也得五品 哎 可是在口外头 那五品 那就了不得了 这儿 焦秋华 一看五品大员 在我们当地 够巡抚了 好家伙 那知仙见巡抚 是七品 瞅见五品官 叫那样 那焦秋华 眼皮子 咋没上这北京来过 我这兄弟 要俩瞎子 但连着半个月 天天吃 抢受不了 今儿谁请客 今儿个 今儿多了 今儿有七不拨 我现在宅宅 宅宅跟咱们有交情 都有交情 我瞧出来 你这朋友多 你呀 替我回了 今儿我请你 这叫什么话 到北京 哪有您花钱的事 这不乱 不是不是 我有话跟你说 您有事 您就吩咐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这么请我 到底要干嘛 二哥 您别多心 不不 我不是多心 按说我来了 我是投我的大师哥 马宝善 这马师哥的朋友 一个都没请我 按说应该护博寺 喇嘛来送信了 宗教界的最近 我应该认识 什么博云冠的老道啊 对不对呀 龙福寺的喇嘛呀 护博寺的喇嘛呀 恩元寺的和尚啊 我应该认识这几位 法元寺的高僧啊 同着我这大师哥 我结识这么几位 您的朋友 请我请不着啊 那么必然是你 跟大师哥说 你跟你这把兄弟 大哥说 最近你要请我 一定是你 替我都打了架了 那你这里有事 咱们哥们呢 都是血性男儿 尤其又都是江湖上的人 大口不必弄这套 有什么事 需要交二哥我办 你就跟我说 你天天这么请我 我还真不适应 二哥 既是您多心了 我倒不是多心 既是您想到这儿了 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我可张不开嘴 就这事 我要不自己跟您说 要再拖喇嘛哥哥说 我怕您不乐意 到时候 您举着喇嘛哥哥的面子 就是强答应咯 那您不就受委屈了吗 所以我想之再三再四 这事我都没跟喇嘛哥哥说 我是非得亲口跟您商量 你说什么事 是我焦秋华办得到的 一定办 那我可张嘴了 说吧 我就打算请您 在我标局的帮几天忙 我得问问二哥您 要说出了北京城往北走 走的 内外两猛库伦草地 十二连环寨 讲究战山的 为王的 落草的 为寇的 除了二哥您 还有谁 够得上 咱们弟兄这样尊敬他 这样恭维他 就这么说吧 还有没有我李国良怕的人 九九华一听 这话我哪敢说呀 我说我在口外就第一了 这话可狂点 可是线下要讲得到口外 让过我树别斋星 娇二爷去 也没有别人能跟我抗衡 功不能拉太满 话不能说太大 老二 这话你问我 我哪敢说呀 各山各寨 要讲究山头 我最大 人马我最多 各家寨主 要说手底下 也有几个硬点子 但是 二哥我也没怕过谁 有几个跟二哥动过手的 反正他们也没打过我 至于说 后生晚辈 我也没看出 有什么出类拔萃 奥里多尊的人物 那言下就是我第一 完嘞 即使二哥您第一了 我要打算长走 北口外这支标 我打今儿去 就得全仰仗您了 您要在我这儿 帮几天忙 路这么一伙 咱们哥们这钱 可就赚不尽了 所以我是为我为您 我想出这么个法子来 您呢 跟两趟标 让口外的各山各寨的人知道 焦二爷在北京 东光与标橘子入了一股 这两趟之后 您可就不用再走了 亮也没人敢再接我的标 别的标橘子 他们爱动不动 生意一定是咱们好 没别的 我跟二哥您每一次赚来的钱 大刀切白菜 二一天做五 您要嫌少 咱们倒四六 倒三七 倒二八 只要您拉口子 我李国梁接着 教人一听 费咱们大事感情 是为这个 我还真没想到这 标橘子入一货 我是骑着长城骂答的 不顺南不顺北 我今儿个还陆林道的大响骂呢 这入一货 我该保镖的打过来 哎呀 焦秋花一时转不过来 教爷直闹脑袋 我算干嘛逼的呢 哎你还别说 李国梁这个想法很奇特 我是黑道的 现在我黑不两道了 让我入火当打怪 哎 您入火可不走标 就两趟 闯出牌子了 您就收 然后您愿意在口外待着 口外待着 愿意在北京待着 北京待着 愿意上江南待着 上江南待着 完全的费用都是兄弟我出 这倒比我 在口外头 参风露宿 下山断道来得容易 他这说法倒是可以 我们俩一联手 这个标 还能有失吗 我手下的有一班伙计 跟着您全入火呀 愿意在标局的干 我绝对 唯一重任 不愿意在标局的干 我绝对白不了 我都得给钱 我养活着 好 既然是兄弟你张了嘴了 我一定答应你 那咱们也甭说账头的事了 就是大刀切白菜 二一天做五 最近的一趟标 是哪天呢 最近一趟标 还有五天 我这些日子 一直也压着标没发 就等二哥您这句话 这样 您现在就跟我走 咱们上护国寺 找喇嘛哥哥 把这事商量商量 得算喇嘛哥哥一股 哎 这应该 好好好 行 就这么办 金工小二郎 李国良是真会做买卖 拉着焦丘华 可就问了护国寺 大喇嘛一听 这里有我什么呀 我是出家人 我要钱没用啊 你们哥俩好 我姿势高兴 能和你一块最好不过 得了 李老二 就按你说这办 可又有意见 日后你哥哥李国栋 他要是回来 他乐意不乐意 您放心 是金工李的后人 我 说了算 我们老李家没人挑眼 再说了 我哥哥回来 他也得佩服焦二哥 就这么办吧 打这天起 焦与焦丘华 树碧斋星焦二爷 算入了东光与标局的 这两趟标一走 就把口外震了 口外裙寇的密听 这还了的 焦二爷 入了打罐孩了 改了保镖的了 这是打算 把我们全饿死 这要有别的标局的 还敢保镖 我们还行 这要人家不敢保了 全都归了东光玉了 我们接 接金工小二郎 就够扎手的了 我们接不了焦丘华呀 焦丘华在口外 横行二十载 谁敢在焦业 跟前说个不字 三接两寿 有一个礼不道 那在口外混不下去 那是建口门徒 据说是四川建山 一个杜老道的徒弟 甭管谁徒弟 人能耐在这儿呢 这事可难办 焦丘华不管 我答应李国良了 咱就得这么办 两趟标回来 就在标局的这么一住 每天有专人陪着吃 吃喝玩乐 到月头一下仗 焦丘华可傻了 比战山可来得多呀 李国良会干的 李国良自从 焦尔爷一搭伙 他大肆这么一宣传 各位宣传力量是大的 李国良有经济头脑 这东光玉标局的 多的标都敢接 原先李国良 真有看着这钱 挣不到手的时候 谁闲这个前趟手啊 你没点力量 大宗的买卖 你的小标局子 不敢应 现在有焦丘华 您多少亿 少点啊 这标 他还挑肥减瘦了 我没什么卤啊 人家这个多凑几拨 一块走 有闪声 什么 有闪声 您说别的标局子呢 东光玉 就凭我 金工小尔达 一杆标期 上秀金工 我祖父 神诞的金工礼物 不知道吗 他不提交求法 他老提他祖父 提他爸爸 人家外行不知道 商人不知道 只要平安就行 一趟没事 两趟没事 十趟八趟没事 真一宣传开了 找东光玉 标局子的 可多了 就连 焦丘华带来的 这些个楼楼兵 全都改的保镖子 人还不够用的 一天发出 好几拨人去 这专门成立了 工作组了 办公室 每天会计室 这就接活 这就发 全北京的车老板 全上这 等活来了 马不停鞋 回来 根本连回家的工夫都没有 东光玉 标局的趟子手就来了 赶紧赶紧的 把这趟钱送家 给老婆孩子 过日子 你赶紧装车走 奔口啊 垄断性了 这钱能不赚得多吗 往焦丘华这 二一天做五一下账 把这钱一送来 焦丘华一瞧 我做的这东光玉 标局的 你身不动 绑不摇 就这么挣钱 我原先这些楼楼兵们 一个没辣 全当了趟子走了 走一趟 有一趟钱 满队的齐活 行 李国梁这主意不错 就这样 一住标局的 一年半 这钱可挣扯了 哥儿两个 狠闹去挟个钱 这天哥儿两个闲暇无事 这么一喝酒 李国梁 好酒 贪杯 金工小二郎 微微待醉 二哥 咱们真得说是 顺风顺水 买卖得手 最近 咱们连着 又接了十几档子大伙 没别的 二哥 我托您的福 咱们是净等着赚钱 是啊 老二 咱们天天吃着热喝着热 得知足啊 二哥 我说不上帮你 你也说不上帮二哥 在你这 一年多 是天天享福 什么话 二哥 咱这标一回 都没丢过 仗着什么呀 焦秋华一听 仗着什么 仗着我给你盯着 以酒盖脸 平常不好意思说 借着今天喝点酒 要捧我两句 哎呀 一年多了 处得跟亲哥们似的 还甭说有你这喇嘛哥哥 我这师哥 就这一年多的合作 我是完全的信任你 为什么真见钱呢 那老二 你说仗着什么呀 还仗着什么呀 不就仗着我祖父 那一张金弓吗 哦哦哦哦 嗯嗯嗯 李五爷 是 哎 说实在 就我们家这杆标旗 上秀金弓 就往标车头了 这么一插 他谁 也得卖我们家一个面 这标 他就没人敢动 嗯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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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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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二爷信着劲的 一贯李国良 李国良 说者无心 娇二爷听者有意 金弓小二郎 喝了一个鸣顶大醉 服案熟睡 李国良睡着了 老二 嘿 老二 醒醒 来人 有人伺候他 二爷 把钱门 给我打开 我出去一趟 天晚的 您干嘛去 少打听 回屋 把自己 存在钱庄里的 折子 跟现前的银票 零钱 打这么一小包袱 把自己随身换洗的衣服 打这么一个小包袱 俩包袱穿着一块 往自己手里这么一滴了 溜溜答答 可就顺标局的出来了 烫子手在门口 二爷我们给您溜门了 不必了 您干嘛去 少要多问 一句闲言 错出唇 弃走了 树壁斋星 焦宇焦秋华 二爷跺脚一走 可了不得了 引出来 大战护国寺 同海川 这才要抛日 两届 好